原料分批放置 一个按钮启动装置 才刚倒进机台的食材 快速组装成莓果大福 就像灌香肠一样 不同的管子里面 一次把它全部一次灌出来之后 然后用切刀切成一颗一颗 多层次的填充 然后在家切刀的切的部分 都是非常重要的技术 四层馅料一次装填到位 大福外皮经过测试 Q弹特性能完整包装 包補内线 麻吉中心是过去对传统高饼师傅来说 很难搞的流心果酱 流心的东西 以前早期他们在制作 可能会先把流心经过冷冻的方式 让它变成硬直 再下去用手工包 那经过烘烤之后 它还会化为水状 那现在有机器的帮忙 它就可以直接灌地态的东西进去 这个团队专门研发各种包线技术 把冷冰冰的机械厂 打造成美食秀展间 我们的水饺膜转移圈有12颗 所以它的生产速度超级快 像印钞机一样 一个小时可以达到七八千个 像北京全聚的 他们也要求这个口感 手工皮的这个口感 所以都有采购我们这部717的机器 保险技术输出海外 大陆名店引来下单 这次遇到疫情来袭 零接触的产业运作方式兴起 智慧工厂的概念顺势成为主流 疫情的时间 整个大陆 整个的市场 整个消费者的观念 他们都改变了 他们宁愿相信机械自动化生产的产品 反而他会担心 你用这个手工去做产品 会不会有 有没有戴手套啊 有没有戴口罩啊 传统机械厂融入新思维 持续创新 目标把MIT最爱线的技术 推向更智慧的新时代 动声新闻中文者黄宇明 在台南报导